飼養 第七個娃樂 可以在皇子的附近來種植一些 而且它可以提取它的汁液 塗抹 都是很好的效果 而且你們的重點 可以就是上面的文字還有圖片 待會去買香草植物的擠客 不要愣住就可以了 第八個是丁香 顏色很漂亮 也蠻可愛的 是蠻適合觀賞的 也是有驅吻的功效 第九個九層塔 這個是有實用的 大家都知道 對於驅吻桿完整非常有效 可以養賞你們在家裡的房子 在窗台啊 這樣的地方都很好 而且就隨時 就講啊 重在你的桿台上 隨時要進窗桿的時候 都可以拿一盤九層塔草袋 第四個是鞍樹 鞍樹就是剛剛我們首頁的時候 有介紹的一顆二的年紅鞍 它適合重在桃園 因為它其實可以長得滿高大的 虛紋效果也是有的 十一個迷迭香剛剛有介紹過 也可以去上文字啊 可以去精油啊 然後很多人的乳液啊 一樣可以拿來做 我們可以製作乳液 然後黃紋的 然後第十二個 愛菊 適合重在桃園 還滿驅吻效果也很好 這個很有名字 第十三個 茶樹 可以驅吻 茶樹可以 對聞從頂尿快速的 質樣消毒 然後第十四個 是萬壽菊 也相貴還滿好養的 很多的區域體裡面都有 這個萬壽菊的成分 到了維生了 先讓你們